8个具可持续发展的创新项目在玉兰湖区举行了一场创新挑战赛中脱颖而出 各获得5万元奖金 其中包括一个可通过控制气温为黄庭芳综合医院减少大约两成能源消耗的创新项目 通过使用人工智能科技并根据房间内的活动来维持房间温度的这个创新项目 出自一安理工学院的团队 这是在创新挑战赛中获奖的项目之一 获奖项目还包括了一个提供相关步行路线信息的应用程序 希望鼓励人们减少使用汽车 这项创新挑战 共吸引了超过100个来自企副公司企业和研究机构的创新项目参与